泰特你在幹嘛 跑不出來 跑不出來為什麼 你被椅子咬住了 哇你看這個椅子多多帥啊 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在那邊擺一下有沒有 8個位 跑 b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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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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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圣诞节 12月25号行线纪念日 小吃就开包了 被这位曹先生开包了 納智姐好不好 我們終于处理了 好不好第一次处理納智姐 就献给我们曹先生 曹先生这个纳智姐S5是 13年买新车 是 手拍的 听说100多台 我也没买过 所以我就上网去查 網路的成交记录 或者是拍卖场 有一些S5的一些成交记录 比如说我刚去查 以行将来说啊 这个月 S5成交五台 这全部都是 手自排 对 所以我完全查不出行情 等一下再跟大家公布 我买多少钱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 其实我很好奇 因为我被开包了 我也要开包他一下 让他接受采访一下 当初为什么会买这台车 当初那一年的国餐手牌 没有点其他选择 没有 只有一些进口标志 那些还有而已 对或者是ST 这个100多万多 超过预算 两倍钱 两倍钱 所以只能选他 这个当初好像是66万是不是 66还是67万 那你有没有印象 当初买的时候 有没有折价 那日起来不折价 都没有折价 就选配景 好 保固期内 你有没有印象 花费到 除了保养以外的钱 保固期内 出零件 出保都很阿沙利 我光碟盘就换过三组 为什么碟盘要换三组 我踩太大力都变形 可是也是算保固 你有印象 这个碟盘都是在 大概几万公里左右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印象 几千吧 几千公里就换三组 因为它热摔会变形 会变形 OK 然后还有什么印象 除了 没有 我现在问的是 除了保固 就是保固期内 你有花到钱的 花到钱的都没有 好 那我现在问 没有花钱的做了碟盘还有什么 钥匙的塑胶爆开锅 哦 磕 那还好 小事 然后这台车没有什么电子设备 所以它没有办法 没有关系 没有东西可以换 相较其他的等级 比较少电子用品 它没有东西可以换 所以你印象最深 保固期内 就大概是碟盘换三组 然后其他应该都 两组还是三组 好没关系 两三组就没有了 对 好那我现在保固期 后呢 就有 parking换过一次 刚才有 哦就是你说它拆细缸 细缸 花一万多块 就比较有印象 那这里应该是算最大钟了吧 对 那其他还有什么 比较零碎 你有印象 你的方向机有问题过吗 没有 方向机 有一点点剩油的机箱 但是还ok 哦有剩油的机箱 还没有换 哦还没有换 OK 那有没有去问过那个爆甲 如果要修那个剩油 没有 好我再来帮你问看看 代修比较麻烦 因为它有的时候 少到原厂 连料都没有备 就是要约人 然后可能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之后 才跟我说料到 比如说后照镜 哦后照镜 对 是不是从大陆 对从大陆 对不对 对对 所以其实主要生产 大部分的东西都在那边 嗯 其实它没有什么大毛病 ok 所以基本上 那我要问最后 就是说 你到现在你今天卖给我们 然后 你觉得 我要不要问一下说 你下一台车还是纳志杰 不是啊 ok 那我想我想问 就是说你觉得啊 这个9万多 这6年的过程 你也算 其实你算合理的开啊 嗯 因为一年15000公里 真的是蛮标准的 台北县市在使用的一个历程 嗯 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当初 有没有后悔过啦 没有啊 如果摊下来6年的成本的话 一年就是18万的折扣 你觉得算你接受的范围内 然后它并没有叼掐 躺在维修上的阶约 也没有让你护露过 对 只是说带料有等过两三个礼拜 可是也不是在里面 可能后照镜相较之下 没有那么急啦 你也没有遇过说 坏的东西要留在厂里 没办法开两三个礼拜 应该也没遇过 没有 所以它机械的部分还可以 机械的部分你觉得还ok 对 就是网路潮比较多 好像都是电系的东西 他们拿环境啊 对 尤其M7问题很多 我也开过一个M7 所以我知道 那你涡轮有漏油 你知道吗 从来没换过涡轮 所以 他们好像也不 他们会主动去检查跟你说 你什么地方 你怎么样 好像 会 所以我才换parking 是它主动跟你说漏油 然后要拆气缸口 换电片 还有一次我踩到锁压 就是再也解不开 要回原厂接 锁压是什么意思 就是涡轮不给正压 就变慢慢的 叙叙的 永远都是负压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发生 你在 变在尬掐的时候 就是好像 红线太久 红线太久 保护装置启动 对 重开 重发也没有用 所以就回原厂用电脑解掉 对 什么事都没做 只有电脑连接解掉而已 对 那应该是一个保护 很多车都有这样保护 对 我知道那个 出师的也会有 对 他们好像现在对于 涡轮有一个保护器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当初是 别款车 现在它的价值可能会比较高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还是没有 你觉得说这个手牌 当时就是因为 国产这个钱 只能买到这个手牌车 然后 现在这个价钱 你也觉得说是合理的 应该说 在台湾开手牌 买的时候 你就要承担 可是我觉得 不是因为它手牌 是因为它的牌子 就是 这是 也是 我单纯一个分享 就是说 当初 六十多万这个等级 可能还有 比如说 我随便举一个 阿提斯 假设 我只假设 13年如果是阿提到现在 可能还有差不多 三十万的 残值 但是 你觉得 应该这样问 当然 因为你是喜欢开手牌车 所以你就 没得选择 如果今天你是手自牌 那又卖这个价钱 会不会也许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这就是取舍 就是如果你要开手牌 就要承担这个折旧 不管当初是买 GEN2 ST 或 GEN2 其实到 如果GEN2到现在也是差不多这个钱 没错 对 然后ST 除非你要买到 譬如说130之类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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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那个消费心态还蛮健康的 就是其实有时候 其实像我们也常跟人家分享 你这样的折旧不是我 我来跟你乱喊 我相信消费者一定 你也会去稍微尋一下 了解一下外面 在买卖的状况 你才会觉得我们价钱还可以接受 才会卖给我 对啊 不是说来喔 欸这三万你就卖了三万 五万就卖了五万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啦 就觉得好像我们都乱了 可是这台车我是真的有点 我也不知道我买的价格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说实在 真的 大家都第一次 那反正就大家都第一次 那就玩看看这样 对啊 不知道我再来试看看 因为我没体验过 手牌的S3 我再来体验看看 好啦 占用你那么多时间 谢谢 谢谢你啦 谢谢跟大家分享 欸今天好不容易 我们请 对 曹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看可不可以扭转一下 大家的 嘖 我们来看这篇下面留言 精不精彩 好不好 好 拜拜 哈啰 小时今天终于破处了 好不好 开包 买那智捷 然后 2013年到现在 六年的那智捷 我们得到了一份厚厚的工单 好不好 我们一份一份来看一下 今天车主 给我们的反应到底 跟这个工单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 这2013年耶 1000公里保养 2700元 好 再5000 诶 5000公里比较贵 5000公里4000多 诶 然后 哎呦 有绑考啊 哇 可能有入掉 后保杆有擦伤 好 7450 7000多元 后保杆有换吗 总成有换吗 哦呦 总成后保杆换掉了 7000多块 加烤漆 加工资 煞车在8000公里的时候换 那要快的 8000公里都要煞车了 诶 一万公里来啊 诶也是4000哦 我看有没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 没有 基础保养 油精 它都是回原厂啊 大部分都回原厂 好像只有轮胎没有而已 一万五 一万五就变便宜了 2000多块 2万了 2万了 换了变速箱油 冷却液 5000 5000 诶 这个真的都全原厂保养了 固定价 电瓶 哦电瓶什么时候坏的 2015年 好两年 电瓶挂了 花3300多块 2万7的时候换了轮胎 2条 先换2条 哦定位 他这定位我跟你讲 这车主也是龟毛的 他这定位都是去这种高级的 百四吧 通常哦 你去定位有看到这个就是高级的 高级定位 来到多少啊 3万啊 3万 3万也还好啊 4000多啊 好没有特别的 都是一般的保养 有没有 不要再说人家那自己的烂好不好 人家都定期保养而已 3万了 也还是保养而已 4万 也是保养而已啊 诶 不过是保养6000多耶 因为有换一些 濾芯器啊 啊这个 积碳清洗啊 雨刷啊 总成啊 6400 148元 诶 再换2条 呵呵呵呵 2条2条换 现在撑不住啦 4万6千公里的时候 又换2条轮胎啦 5万公里 我看这2017年 我们很快的来到2017年 哦这次贵哦 这次慢时哦 煞车系统 我看 火星塞 诶这怎么那么贵啊 为什么这个1万次 诶在5万公里的时候 诶 开始来一个滑崖换水管 哦 开始有漏油 都轮轴有漏油了 通风装置的拔门也漏了 还有引擎的高温电片也漏了 好不好 在5万公里的时候 巴生了 诶 有啦 2017年5万5千公里的时候 安全带的卷收器总成 更换 可能拉出来收不回去 这个弹簧有没有 这个安全带的卷收器是2,840元 然后加工资1,200元 夭壽 工资叫股 安全带比较难换 好不好 要拆400 再来这个是6万公里的保养 6万公里的保养 6万公里的保养 花6千 秋季健檢 来到秋季 诶换皮带了 6万公里要先换皮带 好不好 2条皮带都换掉 水棒浦也在6万公里的时候换的 然后压缩机 发电机 皮带 都换掉 总共换了3条皮带 诶 我觉得皮带意外的便宜哦 它的皮带压缩机发电机一条400多块 动力 动力转向皮带 不好意思 动力转向皮带是460块 花了6千块 好不好 啊 价钱划不划算 你们自己评估 不过车主都说 服务还不错 6万8千公里的时候又换了 诶 6万8千公里换4条轮开 好 一样是这个 百四八定位 好不好 7万定保 好 来 进去7罐有轻了 总共6千4百多块 这个是 7万的保养 哦 8万的定保 为什么要收4千9 哦 有啦 有刹车有 空气滤芯 机油滤芯器 本来就有了 然后 吊胎啊 有的没的 8万5的时候 是换了 一个继电器 然后工资是325 好 继电器是180元 所以可以花500多块 哎呦 这次也花1万多 8万5千公里定保 引擎支架隔离器总成 变速箱支架隔离器总成 不过很便宜啊 都600多块 下臂总成 双侧更换 一支 我看 一支650 换了6支 3900块 还有引擎的安装杆 也是650 然后引擎脚 哎 引擎脚来啦 引擎脚在这个 8万5千公里的时候 总共换起来 这张是1万2 9万啦 哎 他交给我们好像也是9万多吧 我记得 9万的基础保养5千块 还换了一个右后雷达 可能是这个 构胸 sensor 一个雷达650块 好 没了 好不好 念了那么多单子 对不对 小师的第一次出体验 先给各位跟车主这个访问一下 估了一下车 那这台车 我们最后跟车主收购的价格是13万元 好不好 那 这台车我们实验性质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拍 拍什么 拍 看一下底盘怎样嘛 对不对 试开一下嘛 讲评一下嘛 这个开起来怎么样好不好 底盘表现如何 隔音表现如何 因为车主也有说啦 他在S5应该是手牌的 所以这个电子零件相较比较少 那这些工单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你觉得问题多还是问题少 那你们就自己去评估 那接下来就等着看下一集 我们去试试看 实地小师也是第一次 好不好 没开过S5 生日花酒 快把牌 老大睡 试一试看看 好不好 不行 我们就把它 诶 呃 哈哈哈哈 本来想说 我们就把它砸掉 不行 想想13万是钱 好不好 不行 我们就便宜处理掉 给这个 有爱国精神的人 来接手 好不好 下次见 拜拜 记得订阅 没订阅 没订阅 记得 在这个底下留言区 讨论分享 好 也许你的留言 是我下一集 这个帮你们检查的原动力 还是你们可以留言看 我下一集 开始检查这台车的时候 你们想看什么地方 想了解什么地方 我来帮你们试试看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第一次打開這種車 就這樣為了好處去打了 這車他們的前戲都沒了 可以了,雷亞也都沒了 雷亞是要不要 雷亞一定要不要 雷亞就找人人說 你要看雷亞就是去找排氣管 一、二、一排氣管 那我九檔十檔啊 十檔 有 哇 我跟你就是十檔 有沒有 我十檔 不是這些十檔 真的假的啦 那我以為我在開那個駝駝 要 要 腳個腳動 腳會卡住啊 很輕鬆 他這椅子是不人